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都觉得贵族是很神秘的东西 尤其在欧洲呢 我们有一个阶层 我们就叫它是贵族 那么关于那个贵族文化呢 我们要讲好几个好几讲 那么今天呢先开始讲一下 什么是贵族 所以我们这一讲的内容呢 就是讲什么是贵族 那么贵族呢 很简单 就是高贵之人 高贵之人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 封建社会里 因为欧洲的历史这么分的 就是西罗马帝国的崩溃 它是476年 然后到了那个 英国革命是1640啊 1642 所以这大概是这么一千多年啊 一千多年历史里面呢 贵族永远是起着一个 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实际上到了英国革命以后 贵族也是一直存在的 那么直接到近代呢 那个贵族呢 变成一种封号了 比如现代有一些 非常有成就的作家啊 非常有成就的学者啊 常常会从法国那里 得到一个称号 说我们政府受予你们一个 中国一个学者 法国的歧视 是吧 所以这也是贵族啊 但是这个含义呢 已经和我们今天要讲的 西方文化史里的贵族呢 含义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中国也有贵族啊 贵族呢 我们中国也有什么公爵啊 伯爵啊 所以西方也有这说法 比如17世纪呢 就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威林 塞加爵士 他呢在1602年 出版了一部书 这部书很有趣 叫做文公武律之光荣 那么在这部书里呢 他就说所谓的贵族呢 首先是指国王诸后和公侯博子男 这些人是贵族 或者称他们为什么 称他们为领主或者贵人 其次呢 就是一些骑士 盛士和低级盛士 这些人呢 可以称为小贵族 所以我们从这个定义里来说呢 似乎贵族是分成两部分 是吧 一部分呢 他是大贵族 主要就是国王诸后 还有一些有封号的 什么封号呢 公爵 伯爵 还有什么 公爵 伯爵 侯爵 子爵 男爵 这些人大贵族 那么还有一些就小贵族 骑士啊 盛士啊 那么大家就有问题了 那么那个国王 怎么可以上贵族呢 但是国王上不上贵族 要这么来理解 在中世纪呢 有一个叫领主附庸制度 假如国王是封军 他下面的人 他把自己的封土 自己的领土封给别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国王就是贵族 但是等到后来 近代国家产生了 国王已经不是领主附庸的关系了 国王是一个国家组建的代表了 那么在那个时候 国王就不是贵族了 国王成了政府的那个领袖了 所以我们这么解释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说了 那个封建社会呢 一般就有一个贵族集团 但是欧洲那个贵族呢 却显得十分的典型 为什么典型呢 他政治上啊 军事上啊 经济上啊 司法上啊 他都管 因为欧洲那个国家呢 他是一个封建主义 那么这个封建主义呢 按照西方学者的定义呢 封建社会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分散格局 第一个分散格局 那个另外呢 分散格局就是主权被分割啊 各个地方产生了很多独立的 我们叫独立皇国吧 第二个特征呢 就国家的权力掌握在私人手里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通过领主附庸制呢 掌握在私人手里 第三个特点呢 也很简单 军队也掌握在私人手里 那么这样一来呢 似乎欧洲那个贵族呢 他那个权力比我们大 是吧 他就是一个 非常有权有势的 这么一个贵族集团 我们从实际上来看 也可以说 欧洲的贵族的制度 延续很长 贵族那个统治啊 惯采于整个封建时代 整个中世纪 一直到封建社会 真正的瓦解了 那么贵族的财产完结 另外我们也看 他的设计面很广 是一个渗透于社会各个方面的统治集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呢 几乎是独领风招地掌握了行政 军事 司法和领主大权 实际上贵族这个东西还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谁是贵族啊 比如有个人跑过来往你背后一拍 就说小伙子好好干吧 这个人就是贵族 他自己不干 他叫你干 然后不是他不会干 他就说他不干 他就好好干吧 这种人是贵族 显得处处显得高人一等 因为在中世纪呢 人是这么分等级的 有些人是祈祷的那是胜利 有些人是打仗的那就是贵族 还有一些人做工的那就是农民 或者手工业者 所以中世纪的欧洲呢是这么来划分的 把人分成祈祷的打仗的 那么还有就是做工的 所以贵族的真正的主要的职业 是一些打仗的 所以成为骑士 那么这样一种贵族呢 我们觉得挺乱的 没有办法来好好地把他那个理顺一下 但是不要紧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他们的一些 称封号啊 一些生活方式啊 来断定谁是贵族 谁不是贵族 那么我们呢 有一些问题也是可以提出来的啊 究竟谁是贵族 谁不是贵族啊 那么我觉得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 应该把它划分一下时期 一划时期 这叫历史性啊 我们把它划个时期 我在这里呢 就把欧洲的贵族发展啊 分成三个阶段 从八世纪到十一世纪 那样的一种欧洲的封建贵族呢 我们给他名称叫做封建贵族 它的特点呢 是土地的私有权 不是很清楚 贵族的谱系 相当的模糊 所以贵族在财产继承上面呢 有点困难 从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贵族呢 我们给他一个名称 叫做等级贵族 就分等级 一个等级一个等级 那个时候的特点呢 就是贵族身份特别明显 尤其骑士啊 骑士的地位上升 他和大贵族之间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公和博子呢 这些大贵族呢 之间呢 组成了一个具有严格的 等级规定上的 这样一个贵族等级 或者贵族集团 并且表现出呢 众种政治的和文化的特征 而且他们是些内部通婚 就贵族集团 一般不和非贵族结婚 这个就是 所以叫做等级贵族 那么到了十五十六世纪 那个时候的贵族呢 我们把它一个名称 叫做权贵贵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他已经不是很清楚了 因为有很多贵族呢 已经没落 贵族和大双人去结婚了 也就是贵族呢 他那个封号什么 都不是很重要 因为有很多大双人 大的金融家 银行家 他们甚至可以用钱 去买个贵族封号 所以那个情况 贵族的职业产生变化 不完全是打仗的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给他个名称 叫做等级贵族 时间大概是十五六世纪 十五世纪 十六世纪 说穿了就是 有权有势的那些人 我们把它称为贵族 我们做这样一个区分呢 目的在于说明一种变化 说明在整个这个 一千多年的历史里呢 欧洲这个贵族呢 他也是随着时间的改变 而改变的 那么今天要讲的 第一个小问题呢 很简单 我们来讲一讲什么呢 我们来讲一讲什么 叫封建贵族 就是第一个简单 比如说 1587年以后 贵族这么写本书 他这么说 我们的出生好 所以我们是最好的 这是典型的什么 典型的那个出生论 是吧 典型的那个普世论 那么 还有一些人呢 他认为歧视就是鬼族 因为他的职业是打仗的 所以叫歧视的光荣 还有呢 歧视对主人很忠诚的 叫歧视的忠诚 当然我们大家感兴趣 还有一种文化叫歧视文化 是不是 就是那个 那个歧视要保护妇女啊 等等这样的歧视文化 我们在那个时候 在一些小说里 我们都能看到 对吧 有很多小说 就是典型歧视的 像上个火枪手啊 还有什么歧视小说 很多了 唐吉克特 唐吉克特不是 讲歧视吗 虽然歧视制度已经 已经没有了 但是那个唐吉克特 他其实也是要去 行侠仗义 是吧 这样一些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小问题呢 就来讲一讲 什么叫封建贵族 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呢 首先得感到 封建贵族是个很模糊 很模糊的概念 说不清楚 我们把不同身份的人 比如地主啊 领主啊 骑士啊 诸侯啊 高级圣旅啊 还有城市里的显贵啊 有钱人啊 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为 封建贵族 如果我们这么称了呢 我们又觉得心里不太合适 所以呢 在西方呢 有一个法国的 著名的历史学家 那个人叫Mark Broch 他甚至提出这么一个观点 他说13世纪以前呢 欧洲并不存在着贵族阶级 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两个 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说 所有的有权有势的人 都叫做贵族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定义 但是呢 法国那个著名的历史学家 Mark Broch呢 他却说 在13世纪以前 欧洲不存在贵族阶级 那么似乎又把那个问题 推向了另一个极端 那里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问题是多年来 学术界不断探讨和争论的 那个定义 从来没有清楚过 什么是贵族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对议 如果我们说 我们的定义是以特权 世袭为特政 这样一个定义呢 就过于求全责备 而对欧洲贵族结构 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我们呢 却缺乏了解 我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呢 就是欧洲这个贵族啊 它是变化的 它是随着时间的不同 而不同 不断变化的 所以有的时候 他强调什么 有的时候他强调 那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呢 不要把它完全看成是 永远不变的 我们从比较狭义的 法国历史学家 马克·布洛赫的贵族定义来说起 像那个法国历史学家 马克·布洛赫呢 他就把贵族 看成是一个社会阶级 他规定了一些特征 马克·布洛赫 他规定的贵族的特征是呢 贵族拥有特权 贵族实行的是世袭制度 按照这个标准呢 所以他说 13世纪以前的欧洲 不存在贵族阶级 这似乎贵族的标准高了一点 那个马克·布洛赫呢 就断言 就阶级的含有言 13世纪以前的欧洲 没有世袭的 家谱清晰的贵族特权阶级 家谱很模糊 家谱一模糊 大家都知道了 世袭自己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所以他说 不存在 那么换言之呢 也就是在13世纪以后 这个普世就明确了 贵族就世袭就清楚了 所以根据这个世袭和家谱 他说没有 13世纪以后 那个时候呢 他说 家洛岭皇朝显贵的后代 地方上的地主 还有不同起源的歧视 他们就共同 构成了一个有共同生活习惯的贵族阶级 这是很狭义的一种理解 那么还有一种理解呢 我们就说贵族是有封号的 当然你有封号的人 当然就是贵族了 什么封号 大的贵族有公爵 猴爵 伯爵 这些人呢 我们都给他一个其他的名字 叫做诸侯 诸侯 我们说格陆诸侯 这就是指大贵族 英文叫Prince Prince就是皇子 我们会那个 玩那个扑克牌 我们看到那个杰 老K 老K可能是国王 但是那个杰 是个贵族啊 所以这种人是有封号的 那么还有小贵族 就是指骑士 骑士的特征 就是他们是以打仗 军事为职业的 他们呢 一般就是为国王 和大贵族服务的 那么这里我们就要来说一下了 什么叫公爵呢 什么叫伯爵呢 在德国啊 那个公爵的人数不多 最初的时候呢 公爵的封号是给那些部落首领的 比如德国有斯瓦本公爵 萨克森公爵 法兰克尼亚和巴法里亚公爵 这些公爵呢 后来又被皇族吸收了 怎么吸收呢 结婚婚姻 皇族吸收了 成为皇室的 有关的 那么一些大家族 这样呢 原来的公爵 不是增加 就是消失 因为他有的就消失了 有的就增加了 那么后来还有一些公爵呢 他就是皇室的成员 比如他是国王的弟弟 他是国王的叔叔 那么这些人呢 就出现叫做新封的公爵 比如说 一一五五六年 德国的奥地利公爵 那个封号呢 是一个完全由国王 创造出来的新位置 国王给他一个位置 创造出一个新的公爵位置 而1495年的卢森堡公爵 也是由德国皇帝 那个德国皇帝首次采用的 1495年啊 德国的福腾堡公爵 他是中世纪最后创立的 一个公爵爵位 在1459年之前呢 德国还创立了 其他的一些公爵领地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有三种起源了 一种起源从德国看啊 它是一些原来的公爵 原来的部落首领 第二种起源呢 它是皇子成员 第三种起源呢 是国王高兴 就创建一个公爵爵位 然后就封给他喜欢的人 所以呢 我们说公爵是这样 伯爵这个词啊 他在德国呢 称为Graph 在英国呢 称为Air 英国那个伯爵 比较富裕 德国的那个伯爵 比较不富裕 比较穷 一个伯爵 相当于加洛林时代的一个州官 是国王任命的地方官 那么到了中世纪后期呢 也有一些地方豪强 它是通过国王 甚至通过公爵 而被认为是伯爵的 例如德国的法兰克尼亚 就存在了很多伯爵领地 这些伯爵都是在 11到14世纪中冒出来的 那么随了那个封建化的加深 一个公爵也可以委任 他的附庸来管理这一领地 所以伯爵一职呢 不一定是国王封的 也可能是公爵封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伯爵呢就渐渐地拨起来 伯爵的地位呢 不如公爵 侯爵的来源比较复杂 在加洛林皇朝时代呢 他主要是在边缘地区 设一个大头领一致 有点像中国的什么 中国的节度使 他们比伯爵呢 更加有势有权 一个这样的大头领呢 他的辖区非常大 他一个辖区 大概有十几个伯爵领地 那么大 大头领往往是由 最有权势的家族来担任 他们呢就形成了 一个侯爵阶层 这些大贵族啊 他可以自己雇佣 大批的官吏 可以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 指定制度 从而成为贵族的一个很高的阶层 为了得到这样的职位呢 家族还要得到国王的宠爱 得到国王顾问们的认同 这需要在国王的宫廷里呢 有广泛的社交活动 这是我们想起中国的节度使 甚至是我们想起那个吴三桂 对吧 这样的人 他不停地结交朝中的达成 所以我们记得侯爵是什么 侯爵是地方很大 但是不一定在中央 他是管理的边区的 在边远地区 那么这样一些人 是不是贵族呢 肯定是贵族 为什么呢 他们有封号 贵族的普世的重要性呢 有的时候 他甚至要超过了贵族的封号 和社会地位 1587年有个贵族就这么说 他说我们出生好 所以我们是最好的 为什么 什么叫出生好呢 是贵族有贵族血统 贵族还有贵族封号 假如你的上代也是贵族 然后你又有一个贵族封号 两者兼有 那你的贵族身份是不容置疑的 仅仅有封号 而没有贵族血统的人 就不一定叫做真正的贵族 可能他那个封号是买来的呢 那么骑士以上的贵族呢 因为有悠久的贵族传统 一般被认为叫做旧贵族 那么骑士以下 或者骑士 圣士 下代的圣士 往往就没有封号 骑士有封号 圣士呢 什么叫圣士 英文叫色 如果没有封号 或者没有悠久的贵族传统 贵族血统 有的时候会被人认为是假贵族 或者新贵族 所以一般来说 旧贵族 比较得到贵族阶层的认可 新贵族 假贵族 一般来说 虽然承认他是个权贵 但是他的那个地位呢 却不如那些有权有势的大贵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